开跑 如果说这个是平安县城啊 那么上面这个人啊肯定就是山本啊 所以说今天的任务呢就非常明确了啊 打平安县城就走 我们的李大团长呢已经集结好了部队了啊 现在呢是独立团啊最鼎盛的时期啊 众所周知啊 打向平安县城的第一枪啊是意大利炮啊 但是呢现在有个严重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意大利炮啊实在是找不到啊 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兄弟们啊你们觉得用这玩意儿带着意大利炮行不行啊 虽然说他的威力一般啊 但我觉得啊今天应该是勉强够用啊 我们废话不得说啊 直接让山本来体验一下啊 这个来自德国的大礼包 好 这个炮弹的数量有限啊 所以呢咱们得瞄准的再打啊 如果换成意大利炮啊 打这个陈奴啊 拉着手拉马枪啊 但是呢用这个卡尔救炮啊 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有底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本啊 在陈奴上面使用了轻冬啊 直接就飞了下来啊 整个县城呢都被烟雾所笼罩 但是呢这个墙体啊便没有倒塌啊 所以说这个卡尔救炮 它的威力啊果然一般 陈奴上呢还有大量的日军啊 没有被消灭啊 接下来呢就交给独立团了 现在的独立团呢是兵强马装 很快呢就来到了陈奴底下 与守城的日军啊 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很显然啊 日军呢还没有从刚才的炮身中啊 缓过神啊 现在呢是冰攻日军的最佳时机啊 独立团啊 竟然对于日军的火力啊 实现了压制啊 刚才那一刻呢 直接把陈奴上的连起日系机枪啊 就占掉了 缺乏重机枪的支援啊 日军呢根本不是独立团的对手啊 再加上独立团啊 拥有着绝对的人数优势啊 目前呢 整个战斗进行的非常顺利啊 后面大量的攻陈部队啊 正在加紧赶过来啊 现在独立团啊 准备进攻城里了啊 由于这个日军啊 群能无首啊 独立团呢 很快就冲破了日军的第一道防线啊 虽然呢 日军拥有非常坚固的城池啊 但是呢 这次啊 日军缺少重武器的支援啊 被独立团啊 轻轻松松的打到城内啊 现在呢 双方啊 进行残酷的巷战啊 日军呢 站在城楼上面啊 拥有一定的优势啊 但是呢 问题不大啊 毕竟呢 他们面对的是身兼百战的独立团啊 打这么一点点日军啊 可以说是手拿马枪啊 独立团呢 兵分点路啊 一部分呢 在城墙的外围啊 吸引日军的火力啊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日军呢 趴在墙上是什么意思啊 看样子啊 是被打得服服帖帖的 城内的战斗啊 要远比城外的战斗打得激烈啊 独立团呢 现在已经打到城墙上面了 这就意味着啊 离圣地已经不远了啊 到处都可以看到啊 节节败退的日军啊 现在呢 几个城堂上面啊 基本上被独立团啊 全部给占领了啊 就在这个战斗啊 即将结束的时候啊 独立团啊 竟然把这个卡尔救炮 拉到了城里啊 手里的家伙啊 咱腰杆子就硬 如果说啊 李云龙啊 当年真的有卡尔救炮啊 那么他打的就不是平安县城啊 这期视频的名字呢 也应该叫东京保卫战 好多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